迷失的人迷失了,重逢的人会在重逢,每当对你的思念浓郁的快要将自己淹没时,我就会想起这句是,以此来慰藉那颗长满相似的心,思念一个人久了,真的很想找个理由,找个机会,见上一面,或在街角的咖啡店,或在乡间的小路上,想想而坐,或者并肩而行,没有牵手,无关爱来,只是纯粹的连聊天。 聊聊彼此的生活,想要和你见一面,单纯的聊聊天,如同一粒种子,在尘封的心房里扎了根,从此,思念也就多了一份内涵,大概,如果能够再见一面,今生也就不会留下更多遗憾。 心情,如同初恋般的少女,既又坠坠不安,又满怀期待。 神情,如同新婚般的嫁娘,既又羞涩难当,又不生喜悦。 不要说见面时的衣着,已经尝试搭配了恩赐,就连见面时的呼吸,也尝试了练习了很多遍,曾经深爱的人,迫于现实的无奈,无缘夫妻,只能将这份爱藏于心底。 在不同的时空里,走进生命的轮回,与周围的人一样,结婚,生子,工作,养了,只是夜深人尽时,心底里的那份落寞,如同无尽的深渊,让人陷落,陷落,任凭愣水自以流淌,任凭思念吞噬心灵,就这样见一面吧,已经没有可以拥抱的理由,又有什么关系,看一看你的容颜,是不是已经改变? 听一听你的声音,是不是依然如故?哪怕,已经被风霜染白了冰角,哪怕生活的重大,压挖了几倍,你出走半生,已不是少年,只要见到你,这长久的思念便会到达低暗,那颗终日悬浮的心中也可以靠暗,哦,我日思夜想的人,依然健康,依然平安,这就是最好的讯息,人世间的爱情,有多少是爱而不得? 却彼此牵挂一身,如果你有这样一个爱人,那是一种苦涩的甜蜜,不能打扰,不能联系,却饱受思念的折磨,那么,勇敢的去见一面吧,要让思念的那个人知道,我很好,你也要安然,您的幸福,我的祝福,图片,源自网络,谢谢原作者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